今日,备受期待的谍战大剧《天衣无缝》,曝光了一组七大主演海报,这也是该剧即发布戏古籍演员第一轮海报剧照及幕后花絮后,又一大动作,而这部剧正是人民的名义,导演李璐准备了一年多,伪装者的编剧张勇老师打磨了三年的历作《天衣无缝》,讲述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人自危, 几个有报复的年轻人怀揣着保卫祖国,捍卫和平的理想,浴血奋战,是死如归的革命故事,从官方发布的七张个人海报来看,每一处细节都充斥着悬疑烧脑的元素,海报统一采用了暗黑色调,在压抑的背景上,人物以上半身特写占据了画面的视觉中心,或面色凝重,或垂目思索, 或眼含热泪,或狡诈一笑,每个人的神情,又给各自的身份蒙上了一层迷雾,硝烟在所有人的身侧无声地燃烧着,情形危机,似乎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天衣无缝四个大字,重重地压在每个人的身上,仔细一看,白色的中文字下面,还隐藏着血红的英文字 Spyhunter,直译英文名为,间谍猎手,间谍本就是一个扑朔迷离的身份,再加上猎手,更是悬念重重,海报在整体风格统一的前提下,每个主演的海报又有着细微的不同, 秦俊杰饰演资历平,海报上的他白色衬衫搭配黑色西装,白色领结和胸花格外吸引眼球,一身华服包裹之下,他却心事重重,俊朗的脸上写满了言不清道不明的深沉,身为资家小少爷,资历平身世复杂,身藏不露, 他曾是一个多重伪装多重身份多样面孔的诈骗高手,与贵家千金贵晚在巴黎巧遇后,从此步入碟海,身世和精力决定了他性格的多面性,一方面温文儒雅,斯文贵气,情深意重,另一方面桀骜不逊,狠辣果掘,特立独行,在血雨清风的碟海中,历经行非雷闪的战阵, 他开始心向光明,至存高远,渐渐转变成了有理想,有信仰,意志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海报上白色的领结和凶花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个曾经的顽固子弟最后成功洗白,海报上还有一个小细节,在资历平的名字下面的小括号里写着贵晚,这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其中又有怎样的秘密?值得一提的是,资历平的扮演者秦俊杰,此前刚因为在都市偶像剧泡沫之下里的孤傲冷酷但不失温柔的形象吸粉无数,此次在谍战剧里的颠覆性出演,让人平生了几分期待,真正的贵家千金贵晚, 由新生代女星徐露饰演,海报中的她,暗红的唇色与衣衫相呼应,回眸的一瞬间满眼惊恐,出生自江南宁门的桂碗,兼具内在的才能和外在的高贵气质,同时也是一名性格刚烈,胸有秋鹤的中共地下党交通局别报人员,背负着秘密使命的她,是资历平的引路人,也是她的最佳拍档,但, 战火硝烟已经弥漫到了她的发迹上,似乎预示着她的悲剧命运,贵晚不死,精神永恒,在天衣无缝中,贵晚是如同精神领袖般的存在,尽管扮演者徐露台,24岁,但她已经先后在海上慕云记,风声,鬼吹灯之黄皮子坟,等电视剧中担任主角,去年她主演的电影闪光少女, 成了暑气荡的一匹黑马,口碑爆棚,在一项苛刻的豆瓣上也获得了七,四的高分,观众员和演技艰巨的徐露,此次丹此大梁,将与秦俊杰他出怎样的火花,值得期待,陆毅, 无疑是天衣无缝整个演员阵容中,最亮眼的一位,李璐曾在采访中说过,天衣无缝筹备时,人民的名义中合作过的演员几乎全都报名了, 在这种情况下,李璐最终选择了陆毅显然有自己的原因,陆毅这次特押出演的资历群,有着致命的诱惑力,同时也有着翻云覆雨的能耐,表面上是个平静先河,性格温和的南方绅士,呵护妻子,关爱兄弟,实则骨子里固执顽强,身安事态人心, 他的心思犹如海底针,身不可贺,海包上的他抿着嘴,眉头紧锁,一半脸隐没在阴影中,低头抬目,眼眸藏在一副细边眼镜背后,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如此阴沉的陆毅,第一次见,胡海峰饰演的贵义,是贵婉的哥哥,他是一名军人,也有文人风骨,谭笑间指挥若定,军人之外, 他也是有血有肉的贵家长子,当贵家遭遇巨大打击和伤害时,他只身前往上海巡回当年被父母遗弃的小弟资历平,从血缘上来说,贵义是资历平的亲生大哥,从生长背景来说,资历平又与资历群更亲密,最终,这两位大哥将上演一场怎样的对决,资历平又将如何抉择? 海报上,贵义身着金装,神情坚毅,一名冷静沉稳,睿智果爵,富有计谋的将领形象呼之欲出,出演谍战剧,胡海峰颇有惊艳,2009年的谍战大戏,最后的九十九天里, 他与段逆红,张涵与两大实力男神同场过招,毫不逊色,将大反派陈安得猥琐卑劣,彷徨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 七张海报中,有一张格外吸引人,海报上的女子,看不清服饰看不清发型,只看到一双含泪的双眼,和微微上翘的嘴角,如此矛盾的表情出现在同一张脸上, 让人惊叹的同时,也对剧中人物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感。 这张海报就是张芷熙饰演的方亦凡。 方亦凡,中共交通局情报员、孜立平的同事朋友,如果说孜立平是一口深井,一眼望不到底,那么方亦凡就是一眼泉水,漂亮端庄,表现出来的无尽温柔中藏着百折不挠的毅力和红利, 婉约里引着独断重流的勇气和决心,我们最熟悉的张芷熙来自大军师司马懿中的争议,当时她的美貌惊艳了很多人,这次,她的美貌还有演技加持,会不会再次惊艳我们呢? 其实自立平还有一个二哥,自家二少爷自立安,他是上海警备司令部针基处二科科长,一个沉溺于猎杀中共地下党游戏人,一个上了发条的刷人机器, 外表俊朗,衣冠楚楚,却有一颗满载着欲望的野心,对权力虎视眈眈,爱情是她手中的武器,甚至会用情爱的手段控制住对自己有用的女人,海报上的她一半面容彻底被黑暗吞噬,眼神飘忽,似笑非笑,用一个神情就刻画出了这个恶魔般的角色, 朱刚日遥当年中戏第二的成绩果然名不虚传,也许有些人直到去年人间这位是清欢,里的唐小刚,才开始熟悉朱刚日遥,这一部天衣无缝,肯定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并喜欢这位低产高质的演员,自立安的前卫婚妻苏梅,从海报上,就能看出她的反面身份,眼睛斜斜的看向你,嘴角上翘的弧度, 恰到好处,这是一个皮笑肉不笑的典型范例,而苏梅也正是女性黑色性情中的一个经典,表面上,她美貌聪颖,八面玲珑,内心却野心勃勃,自私自利,为达目的,她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善恶,一生都在引诱和投掷陷阱,把对爱情的追求上升到了任务层面,当然,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 她曾与自立群假扮过夫妻,也曾是自立安到未婚妻,却一直被两兄弟利用,从未被信任过,是冉苏梅的莫小琪,曾获得过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塑造过无数经典角色,这次的反派对她也是一大挑战,七大主演的海报中黑暗,鲜血,火焰等元素, 将一个风绝隐鬼的谍战故事一下子铺陈到观众面前,一张张复杂难辨的面孔背后,暗色调的海报也在无声地宣告一场残酷斗争的来临,但是黑夜来了,黎明还会忍吗? 从去年开始,《天衣无缝》就陆续曝光了多款概念,海报和仙岛海报,在每张极具电影质感的海报中都隐藏了许多小心机,比如今年五四青年节曝光的一系列海报,主演们或在转动的剧形中表上对质,或腾倒在一片血红中,或奔跑在打字机键盘的丛林中,无不玄机重重,隐聚着主演们的人生轨迹, 通过这次的七大主演海报,不难发现,在角色设置上,每个人都是一个多面体,非黑即白,在《天衣无缝》里并不存在,正如导演李璐曾说过的,如果观众一演就能分辨出正反面角色,这部戏就失败了,不是我想要拍的作品,而在演员选择上,李璐导演的观点是要选择,会演戏的合适的演员。 也不会要千篇一律的脸,这会毁掉整部剧,《天衣无缝》是一部群像戏,既有小鲜肉也有老戏骨。 在此前曝光的老戏骨阵容中,包括吴秀波、胡静、吴月、李乃文、刘薇薇、赵寒英子、孙权、高露、钱永辰、唐凯、张可颖、孙天瑶等人青力加盟。 从一系列剧照中也可以看出,每个角色背后都有着丰富的带解锁剧情,从而引发了观众的热评和猜测。 演员之外,《天衣无缝》的幕后班底简直是中国电视剧的梦之队。 导演、艺术总监吕璐、人民的名义、山楂树之恋老大的幸福,都出自她之手。 原著,编剧张勇老师,是谍战剧、刑侦剧中少见的女性编剧。 《天衣无缝》也是她继一触即发伪装者之后,《谍战》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在最新的《中国谍战》、刑侦剧编剧Top100权力榜中,张勇老师高居第二。 它的特点在于,善于将情节与慢生活恰到好处的融为一体。 在紧张刺激的环节中,加入细腻的情感表达。 从原著到编剧,从剧情到导演,从演员到海报。 观众对《天衣无缝》的期待逐步升级,在今年5月公布的2018中国涉案题材剧Top47代榜中,《天衣无缝》名列第三,在所有年代谍战剧中排名最高,也是前9名中唯一一部没有涉案题材剧制作国家队,金顿加盟的电视剧,强强联合,供职明尔。 对于《天衣无缝》来说,是强恩的联合,他将会把谍战这个热门题材推向怎样的高度,我们一起拭目以待。